逢幾點爭, 目的像哪, 這, 不然有火車的來, 也有麻麻的地坑力士, 也有溫暖的在地人情, 還有多次看見的好山好水好山念。 樹林以前就稱為封櫃店, 以前先民在這邊的時候開鐵店, 都要經過封櫃燒出來的鐵, 所以從板橋到樹林都會聽到打鐵的聲音, 就知道說已經到樹林了, 所以樹林的由來應該是就這樣子, 後來還有解釋其他的, 先民來到樹林這邊, 在大漢溪這邊兩邊墾荒, 種了很多的樹木, 所以從我們土城到樹林來, 就會看到很多帆船從這邊經過, 而且有時候颱風來的時候, 會有這些風聲很大, 有時候水土會流失, 颱風的話流失的話, 到處都會沉陰, 所以也有這指一說, 因為樹林距離桃園這邊也很近, 以南這邊距離樹林非常的近, 進入大台北這邊也是一個重要的環節, 所以這邊是一個清山又清水的地方。 以前山家很多個礦坑, 有代桿坑, 還有一坑, 還有石灰坑那邊也有一個礦坑, 清草的時候就是說, 工廠, 或者是一些輪船, 或者一些火車, 都是一定要用用煤, 但是我們山家的煤, 又更漂亮, 因為煤產出來, 挖出來的煤都是非常黑, 非常亮, 所以說很多人都會來山家這邊購買這個煤。 山家火車站之前都是為了載煤, 所以說我們山家火車站有一百多年的歷史, 它的建築特色是有中日合作的一個建築。 那清山清水呢, 像我們現在目前很多人都會去新的這個, 河濱公園這邊, 做一些運動啊, 做一些油氣, 那這個是我們常去的, 我們樹林常去的一個休息場所, 那木星池, 以及我們80歲的榕樹, 這個是我們目前市府呢, 提倡的一個觀光景點。 我們樹林呢, 是一個交通非常便利的地方, 所以呢, 市府呢, 也串連我們的鐵路的部分, 從我們的樹林火車站, 山家火車站, 那能夠讓這些, 這個青山綠水的這個登山步道, 那個微笑三線, 能夠把它串連, 帶動我們的交通, 我們的景點, 還有我們的這個爬山的一個步道, 等等串連起來, 不只讓我們樹林人, 有一個好的地方去旅遊, 還要讓更多人來經驗, 我們樹林有這麼棒的地方。 後來是, 因為我們這邊, 就是梅坑都是老舊的, 那我們也是區長, 還有我們之前的市長, 就是地方人士, 就一直對愛惜我們一些歷史, 就把梅坑, 這樣子把它修建完成, 那我們也經過很多次很多次的修建, 那最近去年的時候, 我們地方上有回饋金, 就利用回饋金, 把我們的帶坑坑, 還有我們的一坑, 都修繕得非常美, 如果有地方, 或者是要來我們這邊, 做一個餐廳, 都可以來走一走, 是一個非常好的地方。 其實樹林可以說是一個, 有山有水的地方, 人情味也非常的濃厚, 所以很多人來到樹林, 就不想再出去了, 不想再移出去。 我是覺得, 那個樹林是一個, 人說人親頭親, 親情相戒親, 就是我們山家跟樹林這方面的。 花蓮新穹那, 是一山一水的好所在。